十六 中國經營報 上海化工裝備展8月舉行 2015年7月20日新消費D.04日名由鎮威展覽集團與中國化工企業管理協會共同舉辦的第七屆中國 上海 國際化工技術裝備展覽會將於2015年8月26日28日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行 2015年展會面積達到35,000平方米 參展企業突破520家 將有超過35,000名專業關聯B展會現場進行交流和商務合談 作為國內最大的化工裝備類展會之一 上海化工裝備展領域能夠整個化工產業鏈 對企業了解行業的發展現狀和把握市場未來趨勢很有幫助 入籍以來都是化工裝備企業首選的交流平台 截至目前 已有蘇爾壽 巴斯夫 杜邦化學 G 美國康寧 法國德科 美國泰式爾 德國內馳 波蘭吊麥爾 魯西化工 閃古 蔡德力 金通寧 廢爾過雷 普林克斯 美洛科 山東百仲 江蘇洛科 鄭州博大 海密替黑 大連帝國 大內奔業 友佛密 格蘭特 瑞昇華 江陰同穴 泛群乾燥 羅迪斯 佳兒洛斯 安徽天馬 上海真空瓶 知博真空瓶 賣安德集團 雷威過雷 上海一鳴 杭州大立 德維透平 上海威澤爾 澳長志空 山東博科 斯德普瓶業 南京慈古 中航科工 南京高捷 上海神農 大連廣太縣 北京力通 安徽成堂 台灣通郵信等 名企業已率先報名參展 魯西化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組建於1992年 於1998年5月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集團下撤回化工 花歸鹽 新材料 化肥 設計研發 化工裝備 化工工程 新能源裝備 催化劑 金融等產業板塊 目前總資產220億元 積供13000餘人 該公司董事長張金誠表示 此次參加第七屆上海發工裝備展主要是 看眾者個展會的覆蓋到和涉及的行業比較專業 全面等優勢 今年我們老西發工將會攜帶公司 最新研發的壓力容器到展會現場展示 希望可以滿足不同地域和不同行業客戶的需求 上海美樂科製冷設備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發設計 製造 銷售 工程安裝及售後服務於一體的大型現代化企業 公司自1993年創建以來 憑借著尖端的研發技術及豐富的實踐經驗 現已發展成為集團發企業 該公司董事長陳建平先生表示 我們公司已經連續四年參加上海發工裝備展 選擇一個優秀的展示平台是企業開拓市場重要的橋樑 發工是我們重點開發的領域 這個展會是我們在發工行業首選的展會 今年我們將會攜帶最新研發的發工專用超高效冷水機參展 第七屆上海發工裝備展對國際之名 發工裝備製造企業的吸引力也在逐漸加強 美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瑞士、俄羅斯、韓國、日本、中國 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將以國家展團的形式出現 德希尼布天神化工、艾馬生、科萊恩化工 中東國家採購團、台灣永光化學、台灣中石油 上海華爾集團、遼寧奧克股粉、中化藍天集團、上海化工研究院 益海加里油資化工、南京化學工業園區、 寧波化學工業園區、上海精細化工產業園等 多個專業採購團將會出現在本屆展會現場 另外,展會期間組委會將聯合中國科學院、 中國化工企業管理協會、上海化工、中國、理事會、 華東理工大學等機構舉辦2015MVR蒸發設備高峰論壇 2015中國化工企業500強發布會環保萬億 盛現開G 中國化工企業的挑戰與基於多元化繪 至化工裝備等多場高端論壇及技術交流會 201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